巴以冲突正在冲击着日本的经济 日本拒绝邀请以色列代表 这是要撑不住了吗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 日本经济遭到巴以冲突冲击的事情 很难想象日本最近的一个举动 直接让自己被G7其他的成员国给集体孤立了 那么主要是因为按照惯例 日本每年这个时间段都要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 那么不过按照日本的说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们这次不打算邀请以色列 那么日本的这一举动 不仅是招来了以色列的抗议 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六个G7成员国 以及欧盟驻日本大使就联名执行长期事 声称若是以色列被排除在受邀的名单之外 他们的高级别官员将很难参加 这不得不说 日本现在是有一点进退两难了 那么在我看来 日本这次不邀请以色列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然还是因为以色列如今的敏感身份 不符合日本这次的主题 毕竟日本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 是为了纪念哀悼当年被战争杀害的平民 而以色列现在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个手上沾满了平民鲜血的屠夫 那么在加沙杀害了这么多的平民 让这样的一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 可以说是充满了黑色幽默 那么如果真的邀请了以色列 那么日本以后的纪念活动估计还会被国际社会所耻笑 那么再往大了说 日本作为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原来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反省自身 没有让适者安息的一个觉悟 那么显然会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警惕 那么第二就是日本说 他们不邀请以色列是处于安全考虑 那么这个安全考虑 不一定是担心以色列代表遭受袭击 而是担心自己 老实说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这个支持率 已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那这也引发了大量的日本民众的不满 那么现在在外面公开演讲 岸田甚至需要架起三面防弹玻璃 那么如果因为邀请以色列参加这个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 再次引发日本人的不满 那还指不定要闹出什么样的动静来 那么比如说英国那边最近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吗 那么第三呢 就是继续深入巴以冲突 其实也会给日本的经济能源等方面带来冲击 日本这个国家 它的本土资源是非常匮乏的 能源是严重依赖进口 其中呢 九成的石油依赖中东 以色列现在和中东的很多国家关系都不好 那么其中不乏这个石油出口大国 日本显然也是担心自己支持以色列的 可能会引起一些中东国家的不满 其次日本还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那很多东西是要出口到欧洲的 那么结果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 日本是已经被胡塞武装给点名警告了 那么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各路商船的理由 也早就说明了 那就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谁与以色列走得近 他们就基本会重点关照这些国家的商船 那么日本自然也是依赖频繁的红海航道的 那么继续因为支持以色列而得罪胡塞武装 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只能说美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这些年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战争 那么日本跟着这群人被绑上战车 也是自作自受 现在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日本最后会邀请以色列来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